Hello! 筆記道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巴塞爾委員會主席銀行業的動蕩 管理層需要回到基本的風險管理 這個最重要 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主席 Pabro指出最近經常見到 經過最近的動蕩銀行董事成員 急需要回應有關基本風險管理 這些問題 為監管機構不應作出一個闖絕的補救行動 巴布奴是這麼說的 已經開始研究從美國矽谷銀行 SVB和其他兩間美國的貸款機構倒閉 稅銀被強制改革 被這個 購入這個稅信中吸取哪些教訓? 這個重要的 因為你不錯過就不知道錯 錯了你要檢討 沒有人知道發生什麼事的 大部分 好了 相信事件是標誌著2007年至2009年 金融危機以來 首次對銀行業進行的真真正正的壓力測試 同時擔任西班牙央行行長的Pabro指出有關事件不可能 只怪責單一罪魁禍首 應該從銀行董事會開始檢討 第一要問 為什麼部分銀行董事會未能檢測到基本風險 管理是不是出現了問題 或者過度依賴有限的資金來源 或者是每天增加的管理不善而導致作出這個反應 他認為銀行董事會或者高級管理層和風險管理這些部門 應該及時自己問自己 採取了什麼可靠措施 就是加強未來的銀性方面這個舉措 管理機構應該從中提出更加尖銳的問題 並採取果斷的行動 確保銀行是可以安全和穩定的 因為這件事是基本因素 連銀行都沒有人信 就是全世界都沒有人信 對 好了 他更加指出 評估最近發生的事情 對銀行監管者和監督者的影響的時候 現階段要保持謙卑和開放大獨 不應該這麼快下一個結論 也不應該關閉任何大門 一旦完成了盤點之後 如果認為有必要的 就要採取補救措施 其實他在說的話 是不是廢話呢 是的 絕對是廢話 還是廢話中之廢話 不過是事實中事實 你想想 所有銀行的高層 無論你任何的角色 那間銀行倒閉了你作為他的CEO 作為他的Chairman 或者投資者 你都不知道 原來 但你收緊很高的薪酬 很高 很高就是人家對你有高期望 人家認為你有這樣的高能力 所以我們只會給你這麼多的回報 這個就稱為高回報 還有 你有社會地位 我是什麼銀行的CEO 人家當然相信你 但是原來你們沒有什麼做過 還繼續享受高薪厚 然後還在周末 抱著女兒喝好紅酒 吃好好的魚生 是啊 但是現在銀行倒閉了 你看看直東銀行幾快倒閉就知道 瑞信幾天之間就要 政府央行出手 被迫要賣 瑞銀要買瑞信 年美節交易成功 完成交易 但是很多問題就是 不讓它倒閉 現在首先不能倒閉 但是真的有什麼問題 剛才的廢話 喂 巴塞爾監管機構 銀行最重要就是 能夠有信心給客戶 如果一旦摧毀了這個relationship 你每一間銀行都會倒閉 因為為什麼 我不信銀行 每一個人都去拿錢 哪一間銀行不擠提 擠提的 因為你拿了錢去做事 不行的 因為要投資 又要出糧 各樣東西 如果你擺進來那塊錢 是這麼多 你突然過來拿回來 就沒有錢 所以監管風險 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風險部門 威st management 威st management 那些高層 很高的 但是做了什麼 現在這次見到就是沒有做事 或者做不到事 快 喂 大家風吹草動就走了 但是那些錢 不是說一億兩億 百幾二百億美金 一聲 喂 千幾二千億走了 銀行還有沒有錢 沒有 不夠錢就是叫做不夠錢 希望大家明白 繼續支持北基道 點讚訂閱 你呢 你呢